今天是我们的直到地级 是五讲的一个系列 我们今天到了第三讲 那上一讲呢 我们看到保罗的这个故事 保罗被大光照耀 这是一个非常奇特 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也是在这个教会历史 我们不常看到的一件事情 那是保罗 你想说他这个迫害教会的人 但是他现在彻底被神扭转过来 但是呢今天我们会看到 身为耶稣基督的大弟子 十二门徒的这个头头的这个彼得 他也遇到一件大事情 彻底扭转他的观念 彻底的 所以不输这个保罗的这个经验 太多的一个很特殊的经历 就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 我们上周读第九章 我们今天读十章就发生了 我们看路加是怎么记载的 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 在意大利营 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 他是一个虔诚的人 他和全家都敬畏神 对人民行过许多善事 常常向神祷告 感谢主 哥尼流是个谁 是一个敬虔人 但是他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 所以他是一个军官 百夫长 这个顾名思义就是他带领一百个人的军官 有一百个士兵在他的管辖之下 那这个在罗马时代 如果你懂得罗马的军事历史的话 是很有地位的人 然后呢 如果是在殖民地的话 那这个地位就更高了 更凸显 因为殖民地里面不是罗马人 那罗马的军官在那里 因为很可怜嘛 在殖民地的话 你不是罗马人 不是罗马人的命就不太有价值 罗马人的命才有价值 那而且他又是意大利营的 那意大利营是什么意思呢 就感觉有点像是我们的这个玉林军 就直接属于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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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撒大帝的这种感觉 因为他们当时 有人估计说 罗马军团不断地扩充 因为打到哪里 占领到哪里 所以会有很多外籍兵团被纳进来 所以罗马的军队 百分之六七十不是罗马人 但是他们是 所以这个是非常精锐部队 所以哥尼流是个有头有脸的军官 是非常有权威的 那哥尼流 但是他对于一个以色列人 却不是这样 以色列人不吃这一套 以色列人很有民族的骄傲的 他说你是罗马人 你是外族人 然后怎么样 他会痛恨他 因为以色列人很讨厌 一方面很怕 一方面很讨厌罗马人 但是呢 所以当然这些 以色列人不会去想说 他们会是做敬虔人 他们会去 遵守什么犹太人的这个律法 他们根本不会去想这些东西 对以色列人来说 他不过是一个罗马政府派来 要来管辖我们的 要来压制我们的人 这个是不好的官 都很反弹的 所以 这个是当时的以色列人 对罗马人 特别是罗马军队的一种 很讨厌的态度 但是呢 非常有幸的 我们刚刚看到什么 这位哥尼流 不是一个来这边压榨他们的人 他是什么 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人 所以这很奇怪 你想想看 罗马人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那些神明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罗马的这些神明 都是希腊神话传下来的 而且是一大堆 是一大堆不一样的神明 他怎么会变成一个 相信犹太教这种一神论的神呢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我们接着看 第三到八节 有一天大约下午三点钟 他在异象中 清清楚楚看见 神的一位天使 来到他那里 对他说 哥尼流 他定睛一看 害怕起来说 主啊 什么事 天使说 你的祷告和善行 已经达到神面前 蒙他纪念了 再来 现在 你要派人到约帕去 请那个名叫 彼得的西门来 他在一个自皮工人西门的家里做客 房子就在海边 和他说话的天使走了之后 他就叫了两个家仆和伺候他的一个近前的士兵来 把一切事向他们讲明 然后派他们到约帕去 所以天使来告诉哥尼流这件事情 然后呢 你去找一个叫彼得的人 然后他就马上去做了 马上派人去找 那同时呢 我们看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不只是天使向哥尼流显现 神要对彼得说话 好 所以 因为哥尼流是派天使去讲 那等一下我们看到彼得这件事情 更厉害 我们来接着看第九到十四节 第二天 大约正午 他们走进那座城 就是约帕 走进那座城的时候 彼得上了房顶去祷告 那家人正在预备饭的时候 彼得觉得饿了 很想吃饭 这时候 他浑游向外 看见天开了 有一件东西像一块大布 绑着四脚降在地上 再来 里面有地上的各样的 这个四足的深处 还有昆虫 天空的飞鸟 有声音对他说 彼得 彼得 起来 宰了吃 彼得说 主啊 千万不可 我从来不吃 食物和不解的东西 好 这是什么意思 这什么东西啊 一天打开了 然后一块大布这样子垂降下来 然后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四足的深处 比如说像猪啊什么鹿啊 这些东西都是四足的深处 对不对 还有昆虫 还有天空的这个飞鸟 哇 这飞禽走兽都有 对不对 这是什么东西啊 神要叫彼得开动物园吗 我想当然不是 是要叫彼得什么 宰了吃 但是很明显的这样讲 对不对 那读到这种经文的时候呢 我就跟这些美国牧师开玩笑说什么 这个异象 如果彼得是华人 没有笑 因为彼得会说 感谢赞美主 山珍海味在我面前 宰了吃 这个神不用你告诉我 我本来就会 珍珠草茶 这些我都可以 清蒸还是火烤都行 所以这个东西 犹太人有用 华人没有用 但是总之呢 彼得的反应 我们看到 他是非常坚决的反对 对不对 他说千万不可 为什么呢 因为按照当时 以色联 就是犹太人的这个妥拉 就是圣经的这个前五卷书 有明文的规定 说不能 很多这些不能吃的东西 是写在里面的 所以彼得是一个 标准的犹太人 他从小就遵守这些圣经里面的 这些规矩教导 绝对不去碰这些圣经里面说 是输而不解的这些食物 这些动物是不能吃的 那他这么坚决 神的反应是怎么样呢 我们接着看 15到第16节 第二次又有声音对他说 神所洁净的 你不可当作输物 这样一连三次那件东西 就立刻收回天上去了 神所洁净的 你不可以当作输物 一连三次 如果是一次 那彼得还可能说 那可能只是我的幻觉而已 我想太多了 我做了一个噩梦什么的 但是三次 让他推脱不了 没有借口 神在这里非常明确地告诉他 你以过去以为的游戏规则是那样 现在我告诉你 不是这样 游戏规则改变了 我洁净了 就是洁净 我说可以吃的 就是可以吃 神的意思是这样 告诉说 你的大脑需要换一下 我洁净的东西 你敢当食物 如果用严厉一点的口气 是这样讲 但是我们看到 彼得后来的反应 反而是怎么样的 他蛮困惑的 三次 然后他还是有点还没想通 他还在那里困惑困惑困惑 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 真的太反常了 跟他从小到大的观念 彻底的违反 所以当然他会落入 这个很大的困惑 但是我们知道 至少好歹 他震撼到了他的内心 他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 至少被撼动了 好 那我们接着看 这个第十七节 彼得犹豫不定 不明白所看见的意象 是什么意思 恰好跟你有派来的人 到西门的家 站在门口 大声问 有没有一个名叫彼得的西门 在这里做客 彼得还在思量那意象 圣灵对他说 你看 有三个人来找你 起来 下去吧 跟他们一起去 不要疑惑 因为是我 才他们来的 彼得还在思量 他一直在想 那个意象 那块布 里面的这些动物 是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他很认真在想 想啊想啊想 想了半天 哥尼流的人就来了 然后呢 圣灵就说 下去 你去跟着他们去 不用怕 不要疑惑 那感谢主 彼得有这么明确的声音 他就很顺服 他就比较不那么疑惑了 但是不见得表示他有想通 那 不然其实真的啦 老师说 平心而论 对比来他说 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然后呢 还有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是什么 因为现在是什么 犹太人 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当时的犹太人 你被当时的罗马士兵来找上门来 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对不对 他说要你们跟他走 罗马士兵叫犹太人来你家 叫你跟他走 肯定都是倒霉事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接着看 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 21节 于是彼得下楼到他们那里去 去那里说 看 我就是你们所要找的人 你们是为什么来的 他们说 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 敬畏神 全犹太主都称赞他 他得到一位圣天使的指示 请你到他家里 要听你的话 彼得就请他们进去 留他们住下 如果你是一位 第一世纪的犹太人的读者的话 你读到这样的话 你会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为什么 因为你不可能 邀请一个外族人 进到你的家门来 不可能 他们以前打死不做这样的事情的 你这样是有那种叛国罪的感觉 你不会邀请任何外族人 更不用说罗马人 还进你家 还吃你的饭 还在他家过夜做客 天哪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彼得是做了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就连这样子 彼得对这个意向的整体的意义 也是还没有想通的 但是至少我们已经看到 他身上已经有这样子巨大的改变产生了 不然他不可能承认说 我是彼得我在这里 应该就直接从后门溜掉了 或者说没有彼得这个人 这样子谎报一下 但是他承认 而且还邀他们进来 所以这已经是很不得了了 我们要赞赏彼得一下 好 再来 第二天彼得动身跟他们一同去 有了令有约怕的几位弟兄同行 第三天他们到了盖撒利亚 彼得已经召救了自己的亲戚好友在恭候他们 彼得一进去 彼得就迎接他 俯伏在他脚前 后拜 彼得扶起他 说 起来 我也是人 彼得和他说的话 就进去 看见许多人聚集在那里 所以第二天他们出发了 然后到约怕这个城市 然后 其实彼得他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完全是凭着信心勇气 跟从圣灵去的 他甚至 他应该会很怕 因为他要去一个罗马的军官的家里 是百夫长 但是至少因为是圣灵所要去的 跟这些人 所以他就硬着头皮去 但是心里可能还是蛮紧张 或是蛮困惑的 甚至他有可能是很讨厌 说很讨厌 我干嘛去罗马人家里 还是军人 最痛恨罗马军人 好 但是对戈尼流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场面 我们看到 他这么一位高高在上的人 他对犹太人 他要杀 他要寡 都可以的 他身杀大权 他可以很随便的可以做的 他居然对一个犹太人 还是一个乡下的渔夫 下拜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非常反常 那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呢 他就说 起来 我也是人 意思是什么 我不是神 我也是人 跟你一样 这个时候 彼得应该开始越来越想通了 他开始了解到说 这个神的心意是什么了 你看他接着说什么 我们就会比较了解 就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 犹太人本来是不准和外国人接近来往的 但是神已经指示了我 不可把任何人当作凡俗或不洁的 所以我一被邀请就毫不推辞地来了 感谢神 彼得终于想通了 神要透过那个异象 那块大部四脚绑起来 然后垂下来 透过这个异象 来向彼得来表达的这件事情 他开窍了 想通了 感谢神 从不洁的食物 从食物跟这些动物 到什么 去想到说 不是只有食物跟动物而已 是什么 人 人你也不可以把它当作 数而不洁的东西 所以他一步一步地想通了 原来神也接纳外族人 感谢主 以后他会明白什么 外族人 他们也不需要按照犹太人的这些传统 很多的规矩 也不需要 好像我必须要规划成一个犹太人 才能信神 才能做神的子民 在神的眼中 没有数而不解的人 当然我不是在说 人没有罪 全世界人都有罪 这是说 没有任何一个族群 是被神给排斥掉的 没有 没有任何族群 没有任何的肤色种族 人种 是不能得救的 这个意思 所以 不是指说 人没有罪 每个人都做了 想了 说了不该做 不该说 不该想的这个事情 但是 所以我们可能觉得 自己不洁净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 神不会因为这样子就排斥你 把你挡在门外 这点我们弄清楚就好了 所以 彼得他就问 他就问说 请问你们来把我请来 是为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找我 那彼得他知道 他已经有感觉到 神要他改变一件事情 他也一直不断努力地跟着在改 但是很具体的是怎么样呢 他也不是那么清楚 所以 哥尼流就把他这几天 他自己经历到的这些事情 就来跟彼得讲一遍 那这下子彼得就听明白了 我们就看他说什么 就知道 我实在看出神是不偏太人的 原来在各民族中 凡敬畏他而行义的 都蒙他远啊 这下子彼得终于明白了 原来在各民族中 凡敬畏而行义的 都蒙他悦纳 感谢主 彼得本来想 哇 罗马人来到这里 叫我到这里来 我是麻烦大了 那如果好一点是说 啊 圣灵叫我来 所以他会不是想说 等一下我去这个罗马人家里 他们是 圣灵叫我来 那是不是要我来跟他们辩论 就算他们也是已经信神的人 可是观念一定跟我们不一样 我是不是要博导他们还是怎样 就会想到还要争吵很麻烦 因为很容易在那个世代 都说我们是这样信的 不对 我们这样信的 你这样信不对 我们这样信才对 这种争吵是很多的 所以很怕遇到等等 这一类的这种麻烦问题 比如说你看这个 这个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 他们就这样吵 对不对 所以就老死不相往来 就是因为永远吵不完 好 所以呢 他想说 原来这群人 他来到格尼流的家中 这群早就已经信神 信得那么虔诚了 哇 感谢神 那就赶快把握这个大好的机会 把耶稣基督的福音 传给他们 所以就开始来跟他们讲道 然后说什么 我们 就是彼得 彼得说我们都是 就是他这些门徒 都是什么 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好 说到这里 那我就先停一下 就像彼得在这一群的 他面对的这群外族人的那里一样 如果 有人问对福音有一点兴趣 对基督教对基督信仰有一点兴趣 他们问你 说 信耶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你的亲戚还是你的朋友 他们是真心有一点兴趣听的 可能不是很大 但是至少可以愿意花一点时间来听你讲 就像这些外族人一样 他们很想听彼得讲 那 他们期待 彼得来说这个神的事情给他们听 对不对 所以才特地请他来啊 那如果你遇到像这样的状况 不一定要这么神奇 有圣灵 然后有别人来 来来来你家请你 但是就有个人就是很 你感觉很像很随意 那你们信耶稣是信什么的 那你会说什么 你要如何的来说明福音 怎么讲才讲得明白 那在圣经里面 有一段非常有名的经文 我相信你只要来教会一年以上 大概你一定都知道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们同生来读 好 一二三 神爱世人 甚至把他的独生字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好 那接下来下一页 我把这四个字 特别用黄字标记出来 这四个字帮助大家呢 可以 如果好好地来说明这四个黄字的话 你就会了一种 最简易的一种传福音的这个方式 第一个是爱 对不对 你要传给这个人 你要让他知道说 神爱他 完全的爱 完全完全的爱 神爱人 神爱他 神不会丢下任何人不管 再怎么样 神也不会讨厌一个人 把他怎么样 丢到他抛弃不管 神乐意的人相信他 来接受他 来进到他的家中 这是第一个爱 这是最核心的概念 好 再来是给 给什么 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去仔细想想看 你会怎么样 你会给予 爱一定会给予 对不对 你会乐意地给予你的时间 你会乐意给你的精神 你会给予你任何的一些其他的资源 你的钱 你的什么 对不对 不是吗 对情人 对你的爱人 对你的孩子 这不是给吗 神也爱我们 所以神不吝惜 他自己的独生子 赐给我们 这是神的爱 所以他就给 因为他爱 所以他就给 他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 来当我们的戴罪羔羊 为我们来赎罪 第三个字是信 一个人要成为基督徒 要信耶稣 但是这个信不是说 我相信有一位神在那里 而是什么 要信靠他 你要把你的心去信靠 去依赖他 这个叫信 信靠是什么 信靠耶稣做我们的救赎主 你要真心地接受说 他是我们的救赎主 他为我们赎罪 而不是说 对啦 两千年前真的有这个人 两千年前神真的有来世界上走一遭 不是 是你要接纳他 然后呢 他为 接纳他什么 为我们赎罪 那赎罪是什么 带我们脱离罪恶 然后信靠他什么 做我们生命的救主 生命的主 因为他会引导我们的一生 不是救完了就没事了 接下来你一生 在他手中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一生 谁能掌握自己的一生 但是神愿意 让我们 陪伴我们走我们人生的这个道路 他会赐给我们恩典跟力量 然后让我们跟他有一个美好的这个关系 所以这个是信的内容 那最后一个字 得 这个很简单 第一我们看到神他要给 对不对 那我们呢 就是收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 神给我们收下 那我们就是得到 他赐给我们这个生命的礼物 他给你收下就这么容易 这叫做得 所以你不需要去做任何的事情 不用 你只要愿意收下来 那这就是得 所以这个是 耶稣基督的福音 最简单最简单的 最简易的这个版本 就是这样一句话 这四个字 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 如果还不会背这一节经文 就把他手背下来 然后呢 这四个字 这个四个重点 你也把它记下来 这样的话 如果有人在短短几分钟 你只有几分钟 能跟他讲 五分钟十分钟跟他讲 那你讲这个 至少你这样子讲解福音 把这四个重点讲清楚 对方只要愿意接受 那至少这样子就可以得救了 那当然了 这只是许多的这个方法之一 所以也有很多方法可以学 但是这个是一个最简易 而且如果有人有兴趣 你就是还算是蛮有效的一个方法 好 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来 彼得他花很多这个时间 来跟哥尼流 他们全家好好的细心 来说明什么 基督的福音 他也见证基督 他说什么 我们都是这个见证人 那哥尼流呢 按照我们的这个说法 按照我们一般的这种眼光来说 他是一个好人 他很敬虔 大家都很敬重他 有没有 但是彼得特别在他的讲道里面 我们看到了一点 他告诉他们一点是什么 所有信他的都必借着他的名 罪得赦免 最后这四个是罪得赦免 哥尼流他是一个近前人 没有错 但是彼得要告诉他 你还缺少一样 罪得赦免 反正都是近前人 那我来不用讲什么话 讲这些这么多干嘛 他需要讲 他需要讲说 耶稣基督是 就是你所相信的这个尼赛亚 他要让你罪得赦免 因为神来不是要来找好人 弟兄姐妹 近前人也不是要来找近前人 那说穿的是什么 因为在神的眼中没有什么好人 近前人这些 没有这种分法 是什么呢 重点是神要赦免人 你近不近前你好不好 重点是你有没有得到赦免 因为赦免是什么 是恢复人与神的关系 你在你所有人际关系里面 有人得罪你 但是他没有来跟你道歉 那他在做一个再好的人 可是他就死都不跟你道歉 他明明那件事情亏负你 你跟他关系永远好不起来 不管他外面其他事情做得多好 多么善 所以这个关系需要去修补 神很愿意让我们修补 他还提供 他还叫他的儿子来帮你道歉 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只要接受这一点就够了 我们要罪得赦免 因为耶稣就赢为我们付上那个代价了 那这样我们才能恢复 这个人跟神的这个关系 所以结果你看到彼得 他就特别的来讲这个事情 路加也非常忠实地把它记载下来 然后彼得说着说着 结果怎么了 圣灵降临在这些人的身上 所有听到的人 圣灵降在他们身上 哇 我们看第44节 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 圣灵降临降在所有听到的人身上 那些受了割离 跟彼得一同来的信徒 因为圣灵的恩赐 也浇灌在外族人的身上 都很惊讶 哇 彼得还在讲耶 还没讲完 圣灵就降在众人的身上了 我在想也许这是对我们这种当讲员的人 一种很好的提醒 话不要太多 讲到不要讲太久 圣灵不然讲到圣灵都不耐烦 亲自出手了 说你讲太久了 这段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仔细想想看 我不知道你每次读到这段的时候 你的感受是什么 你可能会觉得 哇 感谢主 外邦然也可以有圣灵 可见外邦然都能得救 太好了 没有错 这是没有错的 但是路加特别写这段 我想很明显的 主角是彼得 对不对 然后呢 很明显的 圣灵在帮彼得上一堂课 彼得学会了 那旁边跟着的这几个犹太信徒 也学会了 他们很讶异 表示他们开始学懂了 神要外主人能够得救 这件事情 神的心意早就已经绝了 甚至在旧约圣经里面 我们都已经看得到了 只是当时犹太人 他们没有去注意这件事情 神要外主人得救 神要犹太人的心改变过来 这谁要挡都挡不住的 所以路加要让犹太人知道 也要让外主人知道 神的恩典 不是你凭你什么种族 什么肤色 还是你守不守妥拉的教导 就是旧约的投屋卷书的教导 摩西的教导 不是你吃不吃什么东西 不是你守安息日 不是你做任何这些东西 可以去换来的 不是 所以谁都不可以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 擅自地把别人排除在外 因为他们把外主人排除在外 这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人类 我们太喜欢去分门别类 分门别类本身是没有罪没有问题的 没关系 但是当我们分门别类之后 我们会自动的有意无意的去做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我们会去贴人家的那个标签 说这些人这群人怎样怎样怎样 他们就是怎样怎样怎样 如果说今天我是一个保守派的 那我就说那些自由派 他们就是怎样怎样 今天如果我是一个自由派 我就他们保守派怎样怎样 今天我左派那些右派就怎样 右派那些左派怎样 我永远分不完永远念不完 你要嫌永远嫌不完 神的心意不是这样 如果你是日本人 韩国人不好 韩国人日本人不好 你永远嫌不完 神的心意不是这样 这是圣经圣灵很明显的教导 不是吗 我们太喜欢分门别类 但是无意中又去拼命贴人家标签 然后我们心里就会自动去认定 他们没救了 然后我们还会拼命教我们的小孩 不要像那样 可是我们都不会去想到自己的盲点 这是我们人类很大的一个通病 这也是神不断地在教导以色列人的 他甚至还会用外邦人回头来教训 犹太人 这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变成这样 但是感谢主 至少让我们今天看到了 哇 神是改变人心的神 而且神是真的是普天下要实行拯救的神 让我们看到从哥尼尼的这个例子 连罗马人都可以得救 他们最讨厌的人都可以得救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 福音朋友 你在这里 无论你是什么人 无论你是什么种族 什么肤色 你来自什么地方 你什么样的背景 你什么样的教育 你的生长环境什么的 不管 神要给你恩典 祂要给你新的生命 只要你有一颗心 是一个愿意的心 算是看这一点 那个愿意的心就叫做信 信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说我接受 我不是只是说我头脑知道 我心里也接受 这样就行了 任何人自己关心 OK 我愿意跟你做朋友 这就叫做信 你对他有一个最基本的信任 就不过是如此 所以只要有这个愿意的心 就足够了 就只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做你的救赎 做你生命的主 那神就要带领你进入一个全新的生命 一个新的关系 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做真理 你就会体会什么叫做真爱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爱我们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的恩门大开 你的救恩向着我们完全的敞开 谢谢你 谢谢你甘愿赐下 牺牲你独生爱子 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 来拯救我们 做我们的赎罪高养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的恩典 谢谢你不计较我们的过犯 和我们的恶 在这里我也来呼吁各位朋友 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 做你个人的救主 你这个时候 你有这样的一个愿意的心 你心中有这么感动 甚至你没有感动 但你觉得你应该要 这个时候我就呼吁你 你可以把眼睛闭起来 你可以跟我一起做这样子的一个祷告 你也可以 我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 我待会儿你可以来找我 我可以继续地陪伴你 跟你一起祷告 也告诉你如何来做一个基督徒 我们一起做这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道成了肉身 来到这个世上 你是神 但是你却甘愿来做人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洗尽我们的水 使你的宝血流出 使你的恩典向我们敞开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 使你原谅了我们的 洗尽我们的罪 让我们能够跟神和好和一 谢谢你 我们将心归你 我们接受你 求你引导我们的一生 也在我们的心中 做主 做王 谢谢你原谅我们一切的罪恶 我们也深愿你引导我们 让我们一生一世 更加地认识你 更加地信靠你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Amen 感谢主